正谈倒是一种裴洛西的效应 麻记裴洛西之后 现在传出英国的政治领袖 也要来台湾了 推播时间交给佑芝 好 谢韦庭 裴洛西访台倒数 不过现在看起来 中国好像就只有一些言语上的恐吓 没有拿出实质上的武力制裁 这也让有一些国家开始看清 中国大概就是一只纸老虎而已 所以现在其他国家的政治领袖 也更敢来到台湾了吗 这是英国卫报的报导 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 准备在11月 最慢12月要组团来到台湾 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当然也是因为伦敦跟北京 现在的关系是在恶化的 尤其是这几年 中国跟英国在香港的问题上 产生了意见分歧 两国是渐行渐远 而这次准备来到台湾的是 外委会主席图根哈特 他的立场就非常的鲜明 支持要强硬的对抗中国 而图根哈特在英国的政坛 也蛮有影响力 因为他是这个要喊出 要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而且可能是下一任的部长级人选 另外图根哈特 其实跟特拉斯关系也很紧密 这个特拉斯是准备 搅逐英国的首相大位 就喊出要截取乌克兰的教训 来提供军武给台湾 另外同样是要争取英国首相大位的 还有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喊出要关闭英国三十所的孔子学院 为了什么呢 为了阻止中国的文化 阻止中国的语言在英国传播 所以你看到的是 这些未来的英国首相的候选人 都是这么的讨厌中国 而且打出了这样子的反中牌 那么英国企业再笨也知道 要这样子看风向吧 所以数千家的英国企业 现在正在咨询 要怎么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从脱欧改成了脱中 毕竟这些英国企业也开始体会到 如果要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现在是越来越难 而且越来越不公平 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北京政府 更加的干预企业 而且中国在人权资讯上的不透明 让这些英国企业在保护个资上 需要更大的成本 当然也很担心 如果有一天经贸突然中断的时候 或是踩到了大陆的政治红线 会被有报复性的风险 现在英国企业直接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把供应链 想要转移到其他国家 但是这当然就可能面临到的是 成本提高 以及会助长通膨的影响 所以现在还有另一派的英国企业 他们是干脆延缓在中国的投资 延缓在中国的扩产 现在俨然成了是企业界中的 躺平族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 时间再还给韦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